现在打房是频频的出招 现在更有300位的学者组成了房改联盟 打算要监督政府 还提出希望能够把房屋持有税提高到市价的1% 但是房产投资达人帅过头就指出说 增加的税率恐怕会直接转嫁到租金上面大约是5% 如此一来打房没有打到反而是打到了穷学生 我们一定会把它转嫁到租客的身上 通平政府打房打到穷学生 现在还有300位学者希望能把现行房屋持有税 市价0.1%到0.2%提高到1% 持有税加了10倍 房租当然加5000嘛 新者有没有加没有嘛 你就租不起了嘛 本来买不起现在要叫他租不起 房产投资达人帅过头点出提高税率 租金恐增加5% 但房改蒙打房还提出全台房价所得比 应该降到5到7倍 其他像是增加社会住宅 控制租赁市场也都得考虑 美国的房租非常的贵 为什么 因为它持有税是1到3 那我们现在从0.1要跟美国看起 我们的房租就会跟美国一样的贵 举例来说 总价1000万的房子 房屋税3.6% 税金年增7200 如果转嫁房客 一个月至少增加600元 但专家认为光提高房屋税 打房恐怕有限 毕竟房屋平定限制 超过30年没条 税积偏低 我跟我太太如果有两间房子 是不是现在就要开始多缴税了 加上未来夫妻限住一房 就怕引发离婚潮避税 政府打囤房 能不能真正落实 恐怕是挑战 东森财经新闻陈生如汪林奇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